一夜之间 养鸡场门窗 遭人毁坏 养鸡场搅拌站 看似无关联 却暗藏争端 走访调查 厂房手续该如何规范 夜半神秘砸窗人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新上线的全媒体互动法制节目 法在身边 进城市泽州县金村镇霍秀村的田师傅 是一位70岁的老人 二十多年前 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再加上当时他已经年过半百了 于是田师傅就在本村的一处厂房里 尝试着养这个蛋鸡 每年下来 少则一千只 多则三千只 养鸡带来的这笔收入 也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就在去年12月17号这天 田师傅和网上一样 再次来到养鸡场的厂房的时候 眼前的这番场景 险些把它气得晕过去 那么事发当天 田师傅究竟看到什么了 田师傅的这处养鸡场 位于近城市泽州县霍秀村和金村交汇处的一处厂房内 12月17号早上6点多 田师傅只身一人来到这里 按照惯例 每天早上这个时间点 原本是他来喂鸡和收鸡蛋的 可是田师傅当天还没踏入鸡场 就察觉到了异常 厂房的门窗被人毁坏 难不成是养鸡场遭贼呢吗 顾不上多想 田师傅一路小跑着进入了鸡舍 赶紧清点 虽说鸡的数量没有减少 可是这一行为着实把70岁的田师傅气着了 因为害怕老伴和子女们知道这一情况之后 同样跟着担惊受怕 一开始 田师傅决定隐瞒整件事 所以他一个人来到金村的广场上想散散心 或许是心里面藏不住事 再加上这么大的事情想瞒也瞒不住 他决定将这件事情先告诉自己的女儿 这是12月17号 早上我父亲给我打的电话 打的电话一时是心情听的声音很激动的感觉 我赶快就下来 他说机场出事了 我赶快第一时就跑下来 跑下来一看 这是这种的场面 因为我昨天好好的 早上来了发现 成了拨开不及了 所以说就是不知道是谁给咱们造成的这种 据田师傅的女儿讲 父亲年事已高 没办法像年轻人一样再去干重体力活了 所以眼前的养鸡场就是他们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如今养鸡场的门窗被人损坏了 很显然这里已经不再具备养鸡的条件了 不仅如此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 对田师傅个人的打击也不小 让人感觉到很心海的一种感觉 老父亲心里头激动的坐在那一起没看 感觉到很失落 所以说这个我只想知道看看坐这个式的人 怎么出来给他说说 给一个说法吧 据了解 养鸡场的门窗被破坏后 因为天气寒冷 蛋鸡就不会下蛋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田师傅只能将养殖的大部分蛋鸡出售 田师傅的家距离他的养鸡场也就一百多米 事发当天 他们一家不仅没有听到任何的响动 而且事先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照这样来看 养鸡场的门窗被人破坏 会不会是他跟别人有什么恩怨呢 这个田是不是我让相当可以呢 相当好的 他在这开这个养殖场有多少年了 有二十多年了吧 就是他这场子出事那天晚上 您有没有听过什么这些动静呀 哎呀 没有听到动静 我家就住在这块呢 比他家里这块还近呢 都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呢 大家都过来的人比较和和气气呢 也没有听到他和说什么障碍要扯的呀 就没有啊 邻居们纷纷表示 田师傅呀 平时呢 为人和善 待人诚恳 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在采访中 我们还了解到 白天的时候 田师傅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养鸡场 只有在这个饭点或者是晚上了才会回家 而且即便是回到家里 第二天一大早呢 他也会早早的来到养鸡场 这就奇怪了 能够了解田师傅的生活规律 选择在他夜间离开的时候毁坏门窗 很显然呀 这个人对于田师傅的行踪 那是很了解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田师傅的心里啊 也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可疑人物 当时有没有怀疑一个对象呢 回忆多久我就想到是他的 因为咱们也尝试这样去 田师傅口中的这个怀疑对象究竟是什么人 好端端的 田师傅为什么会怀疑他呢 这个人和田师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瓜葛呢 一夜之间 门窗全部被破坏了 我在家里面我就及时出来 和人家说我所老板找这个机场是怎么活事 签约占地合同 场地问题惹争议 我们就因为要建公司嘛 就可以成了这个政府就承包了块地 你像他裁判的时候 政府怎么答应他的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租的话我们是真租的 按理说他的女士也站在我们的地方 夜半神秘砸窗人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前面我们讲到 田师傅一家已经在金村镇霍秀村 养了二十多年的鸡了 平日里和周围的街坊邻居 关系也处得不错 也没得罪过什么人 在不确定是什么人破坏门窗的情况之下 田师傅的女儿选择了报警 那么在这起事件背后 究竟有怎样的隐情呢 田师傅女儿口中的王三冰是紧爱机场旁边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这家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是 混凝土生产和销售 平日里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经营着自家的生意 就在田师傅的女儿 想要跟王三冰了解一下 事发当天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或是厂里有没有监控时 王三冰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 听到这样的回答 田师傅一家人都表示无法接受 好好的门窗被人为破坏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王三冰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到眼前这样的场景 我们的记者决定 去创一公贸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负责人王三冰当天并不在场里 但是我们见到了他的儿子 据了解 王三冰的儿子 也是创一公贸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对公司运营等各方面都比较清楚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后来的话 我们就因为要建公司 就给政府承包了这块地 你像他才开始的时候 政府怎么答应他的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租的话 我们是整租的 按理说他等于是也占了我们的地方 据王三冰的儿子讲 2011年6月10号 他们和泽州县金村镇工业总公司 签署了占用原金村电厂场地合同书 场地租金每年10万元整 租赁日期截止到2026年的6月9号 到今年为止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 已经在原来的金村电厂运营了将近10年了 根据进一步调查 记者也看到了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用地手续 还品手续等等各类证件那都是齐全的 在王三冰的儿子看来 这块土地的使用权 现在是属于他们公司的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之所以拆除这个养鸡场的门窗 是为了给厂子进行维修 反倒是田师傅一家到达一趟 如果事实真的如王三冰的儿子所说 那么养鸡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厂子这样的我不清楚 因为这会儿找一个不接一顿 可能就是在交了你要交钱的东西 具体大东西 他找一个不留意 因为找一个不接一顿 就不过来这件事 据田师傅介绍 早在1997年的时候 他就来到这里 替当年还在运营的金村电厂看大门 一年之后 因种种原因 电厂无法继续正常运营 去听说养鸡场是零是养是养是大事 先开就说 结果开的时候 就是了才有去没去 本来养鸡场不好开 金村电厂倒闭之后 拖欠了田师傅一年的工资 为了给他一个交代 金村店厂的负责人口头承诺 让田师傅在厂里搞养殖 我说你家人家 你不告诉我一方球 但我不能一直做这么弄 他说你不告诉我 你弄得上 先勇化住你 以后所有在 是谁答应您 可以在这里头搞养殖的 金村七百地主任 现在已经死了 又是花了你不少这个口 他还没想到他那时候 找我没想到 那该这么什么事 当时你们口头约定 是怎么约定的 23年以来 田师傅一直在 金村店厂里搞养殖 之前他也曾办理过营业执照 不过经过查询 我们并没有找到 田师傅这家养殖厂的 登记信息 田师傅所说的这个情况 是否属实呢 随后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 进城市泽州县 金村镇霍秀村村委会 见到了村委会主任 第二场不开了以后 他进来的开忙 他上述的机构是 经常七百 经常七百 七百呢 在第一场那边 已经停了 他进来开忙 应该是没有发过工资 几年都没发过 因为他没杀人 对对 他没发过工资 我到月是应该是这十年 讲年一切是那样是这样 后来就九百再什么 过来来 经常涨七百 太后来又再用这个地方 从进城市泽州县 金村镇霍秀村村主任 这里我们了解到 进城市创一公贸 有限公司入住之后 先后和田师傅 进行过几次协商 目的是想让田师傅 尽快搬走 对于这个做法 田师傅一家 并不接受 田师傅一家认为 二十三年前 金村电厂倒闭之后 他们就来到这里 搞养殖了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 是后来才入住的 这凡事都得讲究个 先来后到吧 很显然 这个说法和观点 根本就站不住脚 当时入住的时候 也只是和金村电厂的负责人 有过一个口头约定 并没有签订过 任何的租用协议 不过随着记者的调查 这起事件的背后 竟然还有隐情 几经调查 机场竟手续全无 战地纠纷 究竟数对数错 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电厂 是足给这个搅拌站了 是吧 对 其实是卡着飞去的 夜半神秘 砸窗人 法在身边 正在讲述 一个是养殖厂 一个是搅拌站 看似两个根本不搭边的行业 居然因为厂房的问题 起了争执 而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 记者发现 这起事件的背后 竟然还有猫腻 据了解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 入住金村电厂后 曾和田师傅 不止一次进行过协商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让田师傅搬走 考虑到田师傅一家 毕竟在这里 干了23年养殖 出于人道主义 所以 创一公贸有限公司 愿意给田师傅 一部分补偿 但是双方 在补偿方面没有谈妥 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抬开的时候 给人家好好谈 然后包括 然后就跟人家谈 人家不走 然后人家就 反正就是说 反正就是 置之不理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 我们又在门上 给他贴了律师函 人家自己撕了 从广义上角度来讲 这是国有资产 对吧 因为那些楼 都是以前旧店厂的 然后从现在角度上讲 那道楼 现在租赁的话 是我们的使用选 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金村电厂 位于近城市 泽州县霍秀村 和金村的交汇处 企业倒闭之后 电厂的土地 便收归国有 目前 由金村镇 启办管理 对于两家产生的纠纷 随后 我们也变化联系了 金村镇 启办负责人 进行了解 进城市泽州县 金村镇 启办负责人介绍 搅拌站和他们签订 租赁协议之后 就入住了 原来的金村电厂 期间 他们也多次 劝田师傅 将养鸡厂搬走 但田师傅 并不同意 所以我们一直在盖着 一直在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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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觉得 在盖着 这些盖着 在盖着 口径拿着 是不容易 可能你 盖一半年 你给 盖着 你用那个鸡 当时 咬着 咬着 你不能 音效上 来盖着 不然 拿着 你 这个爽 什么 是不是 嗯 然后 他在盖着 你 都不能 停 你都不能 把 盖着 你都可以 再盖着 随后 就这一情况 我们又来到了 近城市 泽州县 畜牧局 了解情况 也就是说 他这个第一是 达不到 这个 两只厂的标准 标准 第二 他也不在进养区 如果让 我先 有点 中心 比是用来 这防径 不好用来 自己自己 这个 也不然 不普通 也不然 他达不到 我们有钱 也达不到 到畜牧局 目前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田师傅知道 自己没有任何手续 而且养鸡厂的房子和地 也都不是田师傅的 所以目前 他没办法 主张自己的权利 田师傅 已经在这里 经营养殖场 23年了 创一公报 有限公司的人 擅自去破坏 养鸡厂的门窗 这个行为 是否合理呢 我们来连线 严永平律师 为我们解答 严律师 您好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出租人有 保证 释租的义务 也就是说 承租人在租赁了 这个租赁物之后 出租人应该保证 那么租赁物的 这个合理的 合法的这个使用 这个状态 而这个养殖场的 占用是一个违法状况 它这个占用 有长期的过程 那么这时候 出租人应该 要及时的把这个养殖场的这种非法占用的这个行为排除 那么对于这个搅拌弹来说 它可以维权 但是不能直接以其他那种违法的方式来充当自己的所谓的权利 勤勤恳恳的田师傅毕竟在金村干了23年的养殖 这也是他们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田师傅不占理的地方 就在于 当初他们干养殖的时候 只是和金村电厂的负责人 有过一个口头协议 事实上 口头承诺 那是不作数的 必须得有白纸黑字的合同 才能保障自身的利益 也希望田师傅一家 能够尽早的想明白这个事情 及时的和搅拌站进行沟通协调 早日把问题解决 好了 最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快文快答 小区里的书倒了 把我的车给砸了 物业说我的车没有停到停车位 所以不给我赔 物业的说法对吗 分情况来说 如果是因为管理的失误造成大树倾倒 物业公司应当赔偿损失 但是物业公司已经在大树的周围设立了安全警告 车主无视警告 造成车辆毁损的 车主自行承担损失 街边的店铺门前画着停车位 但是店铺不让停车 说遮挡了他的门面 这样的做法对吗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街边商铺的停车位 多数属于公共停车位 商铺没有权利不让停车 如果遇到阻拦 车主经协商不成 可以向城管部门进行投诉 因为我自己操作失误 造成的工伤 得到的工伤赔偿是否会比较少 这样不会减少 工伤的赔偿标准 是按照受伤的程度进行划分 而不是按照过错的程度进行划分 员工受伤一旦认定为工伤 统一按照我国相关的法律 赔偿标准进行赔偿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